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还是在青岛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青岛的美食 我们去吃一餐自助海鲜的火锅 青岛本身就产海鲜 找了一家烟火器很浓的海鲜店 是自助产来的 主要是吃虾跟扇贝 其他的冷冻的食品也有 但是主要的话是吃活虾 他也有一些蔬菜 有一些面食 你看扇贝跟生蚝也是比较难煮开 主要是生蚝 但是都基本上都比较新鲜 都是当天送来的 这雪糕也不错 口感很好 看这都是当天送过来的活体 虾的话随便拿随便打 吃完火锅再吃一泡面 还是感觉挺不错的 这鱼炸的不错 尽管有些凉了 这个就是冰镇的虾 但是冰镇的虾口感一般 没有火虾那么好 这饮料有点甜 好了 上完海鲜以后再吃一些青菜 还是比较清爽的 有人笑称这个是痛风餐 确实如果说尿酸高 不要吃太多海鲜 酱料也是偏咸 因为北方的口味还是比较重的 这用餐环境还不错吧 雨雪糕的口感很好 所以就再来了一份 这鱿鱼跟鹌鹑袋都是树洞的 但是口感不是特别好 整体来讲这个海鲜餐还是不错的 也不贵 烟火器很浓 很多本地人去吃 而且中午人还是比较少的 点灯 点灯